所以这边的楼坑是很大的 你会看到其实它蛮正方的 而且它这个地根已经是做好给你了的哦 哇 其实很晒 哇 烫 今天我们来看呢 就是一个project是Semi-D project 然后它这边的一层呢 一排这边只有12间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Semi-D 它是corner unit 也算是为一间corner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进到来这个Gateman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个是折叠式的Gateman 然后如果你要换一个的款式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Landed Property嘛 而且你进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park两到三辆车 而且住Landed Property的好处就是 你要park多辆车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路边呢 你都可以自己park 这个Landed呢 这个Semi-D它是一个corner unit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它这个地呢其实是很大 而且你可以做自己的 一些的private event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unit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个门是蛮好看的 而且它有一点重量 就代表这个门是很结实 看起来就是很大方的那种感觉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其实它是6加1房 而且它是7个厕所 所以我们第一个Living Room 因为这边有两个 而且它是Semi-D嘛 所以我们看有可能这边你可以做一些 就是Entertainment Room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还有一个Room在楼上 等一下我们会带你去看 但是这个Living Room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露天的一个的 算是你可以自己做Yoga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以它这边有自己的一些的Decoration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给你们share一下这个Location 等一下我们就会share价钱 所以这个Location其实它就是在 Cheraz Cheraz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Cheraz 一个是Kal 刚好我们就是在这个Cheraz的Kal 它是Bana Bada 但是这边Semi-D先给你们知道 其实呢 它附近其实有蛮多是Apartment来的 然后它也有一些的派物 这样这边呢 其实List Hold Property会比较多 Free Hold 反而比较少 而且是以Semi-D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这边也很难找到 Free Hold Semi-D的Property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Srouting 已经是很齐全了 你这边可以去到我们的 Singway-Bercy Highway 甚至你可以去到一些 Sumway Velocity Mall 都很靠近 其实Lander的好处 就是有一些的Privacy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的 厕所 然后上来这个Dining Area 这个地方 是蛮Privacy的 所以你在这边呢 你要放多大张都没有问题啦 10到15个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你放圆形的桌子 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很像一个家 So Time Entertainment也是很好啦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干 三根式的厨房 所以这边已经是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Design 加上这边 你可以看到 可以放个柄橱 因为大街人家通常呢 它会有两个柄橱 里面就有一个柄橱 但是我们经过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Kitchen Cabinet So 非常的实用 So这边你就会看到 它的Design就是 这边可以放Owen Hop and Hold 然后呢 加上呢 其实这个门呢 出去呢 就是跟我们看的那个 非常大的那个 corner 位置 所以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还有一个工人房 而 这样大间家啦 其实啊 这个工人房也不算小 而且它里面呢 它有一个 Extage Buff Room在里面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 第一个房间 那因为这边呢 其实是Ground 4啦 So Ground 4也有自己的 一个的 房间 我们 这边已经 Design成一个 Entertainment Room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房间呢 它的格局是很大 你可以变成 Colorok房 或者是一些 桌游啊 都可以 然后呢 最重要是哦 它这边也可以 出到去 我们的那个 地方 那这样 其实通常的 Semi-D 它都是没有这样长的 所以你刚才看到 其实呢 它这个WR是 大概是 38x130啦 所以这个Semi-D 可以算是一个Bungalow了 所以我现在带你去 第二楼 所以 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 Soliwood啦 这个楼铁非常的宽 非常的 美啦 所以这边 你可以做自己的一些 的Design 所以我刚刚就是有讲到 楼下的那个 Living Room 可以做成 蛮像 可以做成Entertainment Room 然后你想要 Privacy 你的孩子 可以在这边 用这个 第二个Living Room 这样我们先看 我们的Master Room先 所以这个Master Room的格局 其实它是 蛮大 而且是非常的 实用 为什么 因为它是已经分开厕所一个Side 跟我们的 睡觉的地方一个Side 所以这边呢 其实你可以放King Size 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放个电视 在这边 也可以 所以 它这边呢 其实你会看到这个的Design 你可以自己 有可能你放宝宝 或者是放一些手表 你可以这样子一个Design格局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的Walking Wardrobe 所以这个Walking Wardrobe 是Open的 Concept啦 它整个Design是Open 而且你可以放一个 非常大的镜子在这边 然后呢 最重要就是 这个的厕所 所以这个厕所 其实它是放了Marble House 然后这边呢 就是有ActiveFresh 一个Baptop 然后这个的厕所 Design也是蛮大 它可以做到就是 干湿分离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的其他的房间 这样其实呢 这个Semitic呢 适合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Big的Family啦 然后 如果你有父母啊 老人家 下面那个Enterment Room 可以变成 其中一个的房间 所以这里的房间呢 它都是有自己 独立的一个厕所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间 它算是可以讲是 Corner的啦 然后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格局 也是蛮 是方形的 所以你要 怎样设计都好 都可以 所以我们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蛮不错 为什么呢 虽然你看到有点长啦 但是你会看到 这个的Design是 我觉得你这边 可以做一个 比较是Closed door的 感觉的 那一个的 放你的床在这边 而且呢 你门开了 过后 你可以放一排的Wardrop 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里面 就是有一个 自己的厕所啦 也是 所以我们来到第三个楼层啦 这样这个其实也算是 我们的 Second Master Room 所以这边 你一进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它的厕所 其实是 没有讲很大 但是也很实用 甚至它也是 Marble的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 Wardrop 而且这个Wardrop 是一个 Open Concept的 它也是一样 你会看到 是分开的啦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 这个的 可以放床这个地方 然后它是一个 Queen Size 所以这个楼上呢 它也是有一个 小小的走廊 但是呢 其实 你会看到 其实蛮少 屋子都会有 做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Open Concept 所以这个Open Concept 你可以就是 做成一个的 中枢啊 或者是 你可以在那边 秀的一个的 Area啦 然后我们来到 这个的 最后一个房间 所以这个房间 也是 Atrick Free 一个厕所 但是呢 这个房间 你会看到 它是一个 Office的感觉 其实 它还有多一个东西的 就是这个房间呢 它是有自己的 Balcony 所以这边呢 Balcony是很大的 因为看到 其实它 蛮正方啊 而且它这个 D 已经是做好给你了咯 所以这个Project呢 它最低的价钱 是卖着一个 2.85个Million起啦 然后这边 Sarouding呢 都是 比较多是 List Holder 而这边呢 一排只有12间 它是Free Hold 而且我们这个 Show Room是Corn 的 如果你不要Corn的啦 但是你想要找CMD啦 你可以买它个Bit OK 然后这边 它算是围着一个 小小的森林这样 所以晚上其实 对我来讲是非常凉的 然后这边去哪里 也非常方便 然后它 KT Sun Velocity Mall 都很靠近 而且它是比较中心点 然后可以去到 玩CMD那些 甚至呢 这个地方其实 它是在KL Area的 这个Title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 这个Property的话 你可以联络一下号码 我是JonssonJPG USD of Tru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